各位新居旁的朋友, 今天社区聊天室Lena是非常大面, 可以请到几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而今天的聊天对象就是多伦多的辅助警察, 曾经是任职香港辅助警察的联谊会中间分子。 在我面前,我是有香港辅助警察的前总警司, 亦都是荣誉的总警司, 杨宝坤和林家浩是前总督察领长。 在香港多伦多辅助警察方面, 我们请到现任的参事警司Ben Lau, 他们的督察Tony Quark, 参事警长Ambrose Chong, 和他们的警长Fanny和我们一起聊天。 座舍港德华是仔细一堂。 各位警官你们好, 欢迎你光临华语电台。 我们今天谈谈, 希望大家在心机旁的听众, 可以知道究竟我们的辅助警察是什么来的。 首先,我是香港来的, 我对于香港辅助警察我也有一份情意结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香港的辅助警察。 我想问一下我们阿洋长, 我们的总警司, 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这个联谊会。 香港辅助警察队在1959年正式成立。 刚刚在2009年就是50周年。 那当时的成员有多少呢? 当时也有1900人左右。 我们做的任务都很多。 除了是警装, 大多数都是在军装服务。 这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 我知道架构是很厉害的, 香港真的说不出那么多。 你们又有警司, 又有总警司, 我想问一下, 究竟在多伦多? 你们的联谊会, 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阿领sir, 你可以说一说。 我们的会是大概在1993年开始筹办的。 因为我做了30年的附警之后, 刚刚那时来移民乡加拿大。 在这个途中, 就移到很多的旧同袍。 有两个帮班, 于是我们一起开始搞这个会。 这样的时间, 周时我们到周围去找, 在任何场合, 很多人说, 我又是附警, 我又是什么。 于是, 大家就聚集起来。 于是, 我们开始, 每个星期, 月底的星期六, 我们在酒楼, 大家就探天, 聊聊天。 是的, 大家将往事重提。 最大的目的呢, 我们就是友谊万岁。 是。 将我们以前的几十年的友谊, 延展到今时今日, 已经有差不多20年了。 这样, 同时, 在这里之间, 亦将我们旧时, 你知道吗? 很多官街, 或者管管的问题, 就在这里申诉一下。 大家很怀疚的情态, 是很重很重的。 这是很真的。 其实, 阿洋长, 我想问一下你, 那个架构, 是不是跟正规一样? 就是, 升级, 各样的, 一级级升上去, 都是跟正规差不多? 如果你穿制服来说, 就是, 如果是警员, 那样的PC, 那样的跟着, 就如果, 一到督察级, 就没有了那个数字。 没有了个数字。 如果是, 附警和正规, 就看有个A字的。 A就是个Series。 是的。 如果是1,2,1,3, 那你就A, 1,2,1,3, 一看下去, 就知道有个A字, 就是附警的。 我知道有一样东西, 正规你可以考进去做方法, 附警一定要从最低开始, 是吗? 不一定。 不一定。 看你是在哪一段时间进去。 是吗? 那就是, 通常来说, 就是他可以直接进去, 督察也有。 在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是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 都是由警员做起的。 是吗? 我以为很快, 我初时就以为, 一进去就一定要做警员先。 但是很快的升得, 下车升得, 好像升得上去。 又不是说很快, 因为我都经过Torporal, 三拳一路上去。 是的。 在英国来说, 就算你大不月生, 也是由警员起的。 就算正规也。 但是你所接触最基本的就是, 服务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你都一定要, 终于为了服务这个精神。 是, 那没错。 才是去做的。 我又要问一下, 这里是多伦多的辅助警察。 柳长, 其实有多少华人的辅助警察呢? 在这里。 Lena, 今次在这个多伦多, 父母警察, 附警那里, 就有大约370人左右。 那么多? 370人里面, 就大约有40至50, 就是华人的, 华裔的警察。 那个问题呢, 他们可能就是, 在香港来, 或者在移民, 或者在这里出生。 嗯。 那就是40至50个队。 哦。 就是做警察。 是的。 那你们, 有没有什么联谊的? 就是华人, 有没有一个是华人的Club? 我们大家自己华人玩, 那有没有的? 还是,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没有一个联谊会的? 要不然呢, 就可以。 譬如说, 你们参加警察, 有什么资格呢? 是实在, 如果我想做附近。 那我就等, Tony Kock的考察, 好啊。 就向他家的意见。 是, 想加入多伦多的附近呢, 第一, 最紧要是加拿大公民, 要是移民。 移民都可以了, 移民或者公民都可以。 是的, 还有呢, 要18至65岁之间, 最紧要是读了四年的中学毕业。 嗯。 嗯。 更加上,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钢底了, 当然。 对, 对, 对。 还有, 有驾驶车, 有个合格的, 开车的证件。 是。 还有一个正常的, 眼的, 的, 士气。 是。 还有呢, 能够做到这个, 呃, 训练合格, 才可以不得意。 是吗? 是吗? 是, 没错。 知识啊, 体能啊, 眼力啊, 那戴眼镜不做得的? 是。 是。 哇, OK。 那工作范围又怎样呢?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就是, 要做些什么? 是不是跟正规的警察一模一做一样? 阿Fanny, 可以讲一下。 我是F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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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分局的沙展。 那么呢, 以我十二年的经验呢, 我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我做附警的那个, 感受, 是, 多姿多彩。 啊, 怎样叫多姿多彩呢? 我们是接触很多不同的层面。 是。 例如呢, 我们可以帮凶杀组, 做问卷调查, 那我自己的经验呢, 是曾经, 是很成功地找到一个, 目击证人, 是帮到警察, 是, 啊, 啊, 那还有呢,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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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问卷之外呢, 嗯, 我们还有很多那些是籌款的,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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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是居民啊, 或者是新移民啊, 啊, 或者有些是难民啊, 或者是وم Independent shelter这样。 嗯, 刚刚过去那几个星期 我们附近有一队 是参加了台轎比赛的 是帮多华会筹款 是给一些新移民 你们的范围都很广 我刚刚听过 多数都是帮一下 Santa Claus Parade 工作都似乎不是很激烈的 你们有没有枪的 我们不需要 但是我们也有其他最基本的 配备 也有激烈的 比如在十年前 十年前的黑暗 大停电 我们半夜是出来的 你们也要帮忙做很多事 有激烈的 还有冬天会很冷 我们站在街上会很冷 夏天也会很热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热乘 优势 服务社会才能熬到这么多年 明白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 转头我们回来 再继续和大家谈谈 关于附近 香港的附近 和多伦多的附近 各位听众我们又回来了 在这一部分 我又想说下第二种内容 我又问一下香港方面的 辅助警察我们的总警司 你们聚会的时间在哪里 和你的内容是怎样呢 其实在这里 这里多数的辅助警察都已经是 离开了香港的警队 现在你召集了你们这一帮警队 大家可以聊聊天 做一下联谊 领sir可以说一说 你们聚会的时间是什么呢 我们聚会的时间是 每个月的月尾星期六 上周九点三十分 目前我们的最新地址 聚会的地方是 万感市新旺角酒楼 目前我们已经有九十五个members了 是吗?有九十五个 我希望更加多点人数 我知道Toronto有很多 有时我跟朋友聊天 我又做过附警 我说你知不知道附警 是有一个聚会的 每个月 不知道 有时我会告诉你 所以如果心思旁边的朋友 如果你在香港是做过附警的话 我很希望你们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的早上九点半 就是在这个王国酒楼那里 有一个聚会的 你们去台上面 那两个台 就是他们的聚会 对吗? 对了 希望多些人来参加我们 因为我们很需要大家 大家聚集 最重要是维持我们的友谊 将几十年的友谊 继续维持下去 是的 我又想 你们两位 又总督察又总警司 香港当然做过很多难忘的事 我真的想听一两件 你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难忘 有可不可以说一下? 领事 我在三十年的附警里面 最难忘的时间 就是因为暴动时间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出间 当时在警局里睡 足够睡了一个多个月 在警局里睡 没有地方 基本上在椅油上面睡 什么都睡 每个六个小时 站起来 拿着枪去当间 我们最大的目的 就是守警局 也守天台 有一次我真是自己 吓死自己 我对面的时间 就是汇丰银行 警局就是同乐环 当时满地放菠萝 我们在门口看着 就不知何时 放菠萝在我们身上 但始终逃避不了 原来转个眼 对面汇丰银行 放了菠萝 吓到我们 大家全部 鼓起精神 一路就 立刻戒鼻 全部戒鼻 幸好那个菠萝 就不是真的 是 所以我们那时的生活 很惨 很惊险 但是有很多 都有真的菠萝 有 周围都是真的菠萝 还有后期 我们就要做到 就有好真了 我们去协助正规 因为他们人数不够 我们单独 一个人走一条壁 纯粹做正规的东西 因为我们 我们是半个警察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 就依然个个都 本着他自己的精神 一路去做 我们做的目的 是纯粹为社会服务 是 那时真是过着我们的生涯 就有另外一种生涯 是吗 真的 所以我又 所以讲开你们的心态 我想问一下 楊sir 或者你可以说 究竟附境的心态是怎样 你认为 附境的心态 首先就是 我想有很多种 是吗 是啊 有一些 几乎整个五天 都上班八个小时 但是主要来说 主要来说就是 你抓几套军装的时候 因为跟正规 有枪 配备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如果你遇到有事 就不可以说 哎呀我是附境 有什么事 就是由正规 其实不是的 所以就是 有时你要准备 就是遇到有些 重要事 都要自己来 是啊 是啊 我们做的工作 完全跟正规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的 逮捕权 是完全 因为穿起了军装的时候 我们有个warrant card 我们立刻传送 做完 是所有他们正规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权 当然一穿到军装的时候 完全 所买的权力 一样 所以大家的官阶 亦都做到 完全一样 是的 所以无分彼此 那我们跟正规 打得很好的友谊 非常之好 是不是 我协助他 他辅助 他们帮助我们 做到大家成为 打成一片 就是他教下你 我想他们的训练 会否严格一些 当然他的训练 会严格 但我们每个星期 我们每个月都有训练 是 亦都有八个小时的长期操练 还有每个月有几至四个小时的操练 每次当更 亦都做足了我们所有的事情 通常我们的训练都很好 同时每年 有进军 我们 进军 那里有足够的训练 我知道 进军那里也很好玩 这是真的 这是很好的经验 我可以说一下 你们男附警和女附警 是有少少分别的 我说的是好几十年前 现在和现在不同 现在女警和女警都是差不多 是不是 现在的女警 根本就是拖枪的了 是吗 拖枪 他们一样和男警一样的工作 但当时我们的时代的时候 女警是不可以拖枪的 是没拖枪的 我知道 我当时是不用走必 我们只是听电话 不是 有一段 有很多部队 很多拖枪 亦都落到我们的环头 是和我们的附警 后来 1972年之后 是的 一起出街 做了所有的正规一样东西 但她知道 当时是没有拖枪的 后期现在 他们都是拖枪 都要拖枪 好了 我又想问一下 我们多伦多方面的附警 其实你们受训是否一致的呢 你们的训练是否和正规的训练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附警的训练是比正规的训练是减少一点 是 是 我们以往训练是八个星期的训练 是今年开始就减到六个星期 那训练是什么呢 其实 在这个六个星期之内呢 我们是有上堂的训练 有没有粗兵啊 就是粗 没有粗啊 这样 步粗是一定有 是因为是要 畢业的时候 是一定要粗的 有个passing out 也是是吧 有个parade 也是是吧 是 还有这六个星期之内呢 训练有 有防身的训练 添加可以训练我们 怎样可以用那个警棍 是 怎样可以用那个手扣 是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哦 六个星期之八 即八个星期应该OK的了 应该就懂得了 怎样做 怎样 即是你们 即是比如一个普通人参加附警 我又不懂得 又不懂得怎样 自己保护自己 那你都要懂得一些搏击之类的东西 是吧 是 它那个规定就是六个星期之后 你应该是要考个试 然后合格了才给你毕业的 是 那大多数来说 个个都可以毕业的 以我所知 是吗 这个严格方面 是否真的跟正式的警察有些不同呢 即是它没有那么严格呢 会不会 是的 因为它正规那些训练的时候 是有用枪 但是我们附近就不拿枪 你们有没有烧枪的 没有我们没有烧枪 不需要烧枪的 帮警察 这里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但是你们是义务的 我知道 是的 我们是义务 是没有签备的 是的 那你们的心态 即是做附近的心态 纯粹是为社会服务 是的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多人多这个辅助警察 就在这个多人多警队呢 他们那个政綱 这个警务处的政綱呢 就是这个社区 英文叫做 community based policing 嗯 嗯 那这个心态 这个想法呢 就是 很多警方用的人手啊 和对消灭犯罪的破案那些呢 全部呢 就是要和这个市民合作 嗯 这一点呢 就很重要的 是 而这个 而这个市民呢 呃 现在这个市民呢 和这个市民合作呢 就是这个 是这个多人多警队 甚至到呢 在这个北美洲的警队呢 他们呢 都是用这个 community based policing 这个concept的 嗯 因为呢 我们 他们知道呢 和这个破案 和这个消灭这个罪 对罪行呢 都是要有市民的帮助 嗯 特别呢 在这个多人多警队那里呢 我们那里 我们呢 现在呢 差不多呢 叫做联合国的 嗯 就英文呢 叫cosmopolitan 嗯 就很多 很多 言语 差不多 未必 差不多到一百个言语 是 所以呢 如果警方要有 有效力去做呢 一定要和这个市民 什么的 嗯 那然后呢 呢 就说 Fanny Lau 警长呢 她说呢 就是和这个市民合作呢 就我们呢 这个辅助警察呢 就走下来了 我们辅助警察呢 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市民 那然后我们呢 就和这个警方呢 一起合作 和这个社区合作呢 就来做这个 这个社区警政的 嗯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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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补充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北美洲 和这个 北美洲呢 这个 这个 附警 或者这个叫做义工呢 就是在这个北美洲呢 就很流行的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北美洲那方面呢 有很多人做义工 是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有很多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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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 为何他们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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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社區 你們都是出於一種義工的心態去執行你們的任務 有這個義工的心態 還有我們參加這個輔助警察 對我們有很多訓練 還有很多年輕的青年 給了他們機會去看究竟做警察是怎樣的 當他們在他們做附警 做了一兩年兩三年 如果他們喜歡 他們就會繼續 都是一個給他們好的機會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頭再跟他們再談 各位聽眾 我們這一部分回來 我們又想繼續談 其實我們想知道香港的輔助警察 楊Sir 我想問問你們 現在你們的會 成立了聯儀會 除了去喝茶之外 聊聊天 大家懷舊一下 你們和這裡的警方有沒有接觸呢 有沒有互聯的活動呢 除了每個月 除了每個月 最尾一個禮拜 除了每個月 茶序之外 他們各別有自己的聯繫 是的 我在這裡也希望 他們除了那個活動 我們有時也參加經文一家親的宴會 這個很重要的 可以有在這裡多人多的附近 和香港來的附近 大家可以更加緊密 很高興阿Ben 在一起 是的 我希望將來可以加強聯繫 是 阿琳祥有沒有補充 我們亦都很希望 我們跟香港那邊的 已經或者退休了的附近們 跟他們說一聲 如果他們有什麼 來到加拿大的話 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真的 很坦白地告訴他們 可以招讀一下他們 這裡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得到 因為楊Sir在香港那邊 跟他以前那班同事 一味有很密的聯繫 是的 我知道你們有好幾位警司 在這裡 有好幾位香港的 輔助警司 有 我們有幾位警司 我們有 有五漢榮警司 中漢警司 岑家中警司 和Mr.Oakley的警司 都在這裡 是我們名單裡面的指一 他們有時候都會參加 我好想有時候 按照榮警司 身體不太好 我們也有時候 療養院去探討他 他因為錯誤 亦都和他出來喝茶 是的 我覺得在這裡 那個聚會很親切 因為在香港的時候 老實說 你只是看到上級 當然是很嚴肅 是嗎 又要給禮 又要各樣各樣 沒有這麼親切 在香港每個星期三 在灣仔一間酒樓 我們有個聚會 是 每一次我回到他們 都盡量把一個機會 再見回老朋友 是呀 現在你回去 還可以跟他們有聯絡 是嗎 你又給了一下 這裡的附警消息 即是那些退休了的 所以在這裡 現在附警司 他們會有星期三 即是大家都會知道 香港的情況 如果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告訴他們 是星期六 就是有個聚會 每一個聚會有個星期六 是 我見到你們 好像剛才說 警民一家親 我看到你們有些照片 真的很帥仔 穿了那些mask kit 是不是 譬如我退休之後 我准不准穿那些衣服呢 即是譬如 是 附警就有mask kit 如果在香港的 高級才有 香港的正規也是 通常來說 晚上就是穿mask kit 我來到的時候 看到現在在這裡很多時候 就是穿軍裝 但是就是藍那些大的Metal 在香港我們普通 就是有典禮 穿service dress 才是藍大的穿 就是 晚上出來 evening dress 就是穿mask kit 是嗎 你們出來 你們有一套衣服 如果普通輔助警察 沒有的 是嗎 輔助警察 各個都有的 輔助警察 是office rank 就有 office rank 就會有mask kit 你出去外面對外 譬如說 有什麼party 或者有什麼聚會 你就可以穿了個mask kit 出來跟他們應付 因為那個mask kit 是自己出錢做的 穿著個mask kit 要不要給禮 穿著個mask kit 那些人 那些 比如說 下屬 要不要給禮 都要的 是嗎 都需要 就是那個mask kit 都是代表你的軍裝之一 是不是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 我們是salute to the crown salute to the crown 是 如果你不戴帽 是的 所以最近我告訴你 我也很頑皮 我們最近做 已經做很多年前 做旅警的時候 我是看到上級的時候 我立刻脫帽 夾著走 我是很頑皮的 所以我就知道 現在一戴著帽 你是一定要salute 這些都是有趣的 所以 譬如我們普通 阿領常 你有帶走些什麼 你離開警隊的時候 帶走很好的懷念 一段歷史 除了之外 因為為什麼 所有的軍裝 臨走的時候 應該是回回到倉 而在香港來說 你不可以 存有這些軍裝 所以來說 應該全部回回去 這就是警察的例子裡 之一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邊來說 Maskin是準確的 但除了之外 大家要 但我有一件事 我拿了 我拿了個母輝 母輝這個給你的 母輝和那些扭扣 是他臨走的時候 他自動送了給你禮物 哦 扭扣我沒有拿 那你回去問他拿回 Anyway 這件事真的幾好 其實我自己本人都很懷念 我都很喜歡 我是做附警的一段時間 是很好玩的 而且那時候 我們是有歌詠團 Observary Police Choir 我們唱歌的 真的好 是的 我們是有唱歌 我們很少說 不會是行beat 我們去唱歌的 我們歡樂今宵都唱過的 哇 真是榮語 Anyway 這個香港那邊 好了 到多倫多這一邊 那我又想請問一下你們 你們實在 是否出間的時候 一定要穿制服呢 你們有沒有便衣的呢 你們 郭Sir說說 是 我們出間 是一定要穿制服的 是的 那麼多人多附警呢 是 那個制服是 連著這個避彈衣 一定要拿避彈衣 才讓你出去的 嗯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你只是可以穿 他給你那些衣服 你不能夠自己 另外拿那些衣服 出去出間 是 但是有便衣 有沒有便衣的附警呢 沒有 沒有 即全部都是 那我知道呢 老實說 做警察呢 我就覺得呢 就是正規警察 雖然他休班 都是叫做警察的 是嗎 但是附警 譬如你 我休班 我現在不是做 我不是on duty了 那你可不可以出示證件 我是警察 我是附警 或者什麼 即是行不行呢 有沒有這些事情呢 那我們各個附警 都是有個ID的 是 那如果 有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拿出來 給一些正規警察看看 嗯哼 那你們譬如說 OK 你們 平時你們和正規的福利是怎樣 有沒有不同呢 我們呢 這個Toronto Auxiliary Police 是純粹是一個 是Varanty Program 嗯哼 那我們所收 我們只是 每一年 每一年兩次呢 就是City of Toronto呢 就是給我們錢 我們呢 我們是個Mileage的錢 嗯哼 就是由你家 去到哪裏報到 嗯哼 我們會收回 City呢 是給回四毫半紙 一個 一個 一個Mileage 好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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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那麼多年來呢 呢 所以我現在才明白 你們只是一個義工的心態去做 正式是幫助正規的警察 來維持我們多倫多的治安 對嗎? 沒錯 而且現在多倫多已經是一個 multiculture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 每年有很多新移民 例如我們中國 索馬里亞 或者其他族裔有很多新移民 變相來說 那些正規警員也需要用這種意願跟他們溝通 沒錯 不是每一年已經很頻密 最近這一兩年 招募組 多倫多招募組 都通知我們附警出來 不同族裔的附警出來 在他們社區裏 我們設置個employment unit的recruiting booth 是想請他們社區 即是他們族裔有興趣做警察的市民 我覺得是幫助他們很多 即不同族裔都有他們的輔助警察 即每一個 我們現在很多了 我們有中東裏 有瘦馬里亞 有印度裔 有中國移民 現在多了很多的了 我又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想問問你 瘦馬里亞那些不太喜歡遮住臉 現在你做警隊附警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讓我補充一下這一點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很光榮 是一個多倫多輔助警察 多倫多輔助警察 如果我的了解是 第一個輔助警察是戴這個 Turban Sikh 這個印度那個 是這個多倫多輔助警察 是 而且還有呢 這個中東的女性 她們的頭 頭那張帽子叫Habib 是 我們這個多倫多輔助警察 都有一位女警員 她是在這個Lebanon過來的 是 她呢 就穿著這個religious的 這個宗教的Habib 是準的 是可以的 這個就表達到這個多倫多警隊 那個前進性 來接納這個多元夢化 嗯 這樣就OK 這樣都幾好 實在 都 即是 都很和諧的 你們那個其實下一輔助 多倫多的輔助警察 這個我就覺得真的很驕傲 即是大家都可以相處得非常之好 是第二個國家或者第二個省份 他們未做到我們要怎樣 就第一次 第一次 是我們這個輔助警察 是我們這個輔助警察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頭我們繼續 彭肚 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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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 我們又回來了 在我面前 的確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非常之高級的督察 警司 我們有楊寶坤警司 在那裏執行任務之外 其他就看看什麼事件 不過通常就很少了 你們會不會跟政規一起有一個 POLICE BALL那些事情呢? 因為香港我有的 我知道香港有POLICE BALL 每一年 這22年來 今年第22屆我們搞了一個叫警民一家親 這個就是由多倫多情報組 負責主辦 就由我們輔助警察協辦 再加上就大約有20個其他不同的社團 就來幫忙一起參與 我們現在每年大約有6至7百人左右 可以搞一個每年最後一次 邀請其他人 好像今年我有 楊Sir 香港附近那班 有其他不同的團體就參與 也很容易罵下的 如果說到警民一家親 我自己也參加過幾次 但其實呢 其實那個意義在哪裡呢? 警民一家親 這個聚會 警民一家親 其實我們22屆來 其實最主要來的嘉賓 一定是我們的警務處長 每一屆的時間是由他訂的 因為他一定要出席那天的晚餐 他就是我們的主角 然後呢 當然加上其他的警區 各級的警務人員 然後再加上邀請其他每一個警區的人 包括OPP 省警 以及黃家琪 RCMP 一起來參與的 如果那天你來到 你看到我們通常有成二三百人都是穿軍裝的 很厲害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聖會 在多倫多市 那你們又邀請多倫多社團來參加嗎? 比如說華商會 華商會 華商會 其他很多的 邵州商會 那些商會 還有其他的 有沒有請來其他非牟利機構 我知道有 連慈善機構 你們都會叫在一起 不是 我們不是請慈善機構 我們是請一些 叫做社區 比如有 聖約漢鬥商隊 即是那些有聚服團體 然後其他有商界人士 通常我們發覺一個現象 我想柳雄都知道 通常人們打電話去那間酒樓 想買票 要打些票我們就不賣 就不是那樣賣法的 一定要經理社團 或者警察 才會拿到票 那就是如果譬如 我想一個普通市民 我想參加你 一家親 那我一定要去一些商會 即是認識商會的人 才能買到票 沒錯 那都合理的 因為你 即是跟商會 應該是密切一點的關係 即是你都是一個 即是警隊 應該是跟市民 是最容易聯絡的 就是經過那些社區的會 或者社區的做生意的人 才可以知道多些消息 而他們又可以發放多些 你們警隊的消息出去 沒錯 是的 那 那 領長 我知道你們有聚會 你們有什麼聚會 有啊 我們的聚會 多數是 一年一次的 週年 週年派對 最重要 通常在新春時刻 我們會舉行一個 一年一度的週年派對 以往都一直繼續舉行的 嗯 夏天的社會 整場都會有 有些社會 BBQ 或者夜餐的活動 嗯 那 我們呢 今年呢 我們都想 新春時刻呢 我們就會舉行的了 到時呢 我們的委兵章幫辦呢 就會寄出一些通知 大家在地點時間 在哪裡舉行 希望大家呢 新舊會員呢 踴躍參加 是的 那如果想聯絡你們呢 就都聯絡阿領Sir來 對不對 是啊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可以 905-819-1579 或者手提電話 416-455-3536 或者你通知 委兵章幫辦都可以 905-883-5032 是 那麼我們呢 會立刻服務大家的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就希望呢 就 阿養長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我只是在這裏看看 M%就是 這裏 多倫多附近的 參事警長 他實在也都在 7-1到7-5年 也都是 都是香港的 香港其中一個單位 叫SDC2 是 也是 他也是 所以他是兩邊 是 可以說是 M%是兩邊都服務 是啊 那現在他就是 多倫多的 現任 前任就是 這個參選 那領Sir有什麼補充 還有我們每年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呢 就是 經過 Emblstrand的 就是 叫我們參加 或者各方面呢 我們就做了這個 是每年的 警民恩一家親的議員會 是我們首選 一定要做的一個項目之一 是 多謝Sir 那好了 阿劉Sir 輪到你了 我想你呼籲一下 我們鄉 加拿大加拿大多倫多的市民 來參加你們的義工行列 是怎樣參加法呢 你可以呼籲一下 現在 我多謝 我想呼籲 各位華人社區 如果你的子女 年輕 年輕的人 有機會 就來看看 多倫多輔助警察 因為 多倫多輔助警察 現在呢 就是對 不論對社區 或者對華人社會 或者對西方的社會 表現我們華人 我們的熱心 和我們的熱心 我的心態就是 我在這個附近那裡 三十幾年 我三十幾年之前 我和我的partner 走避 我的西人的partner 看著我 他都不知道我為什麼 會在那裡做什麼 但是現在 那三十幾年之後 我發覺 不論在這個社區 或者在這個西人 或者在華人的社區 發覺 我們的華人 是很熱心 在這個社區的工作 所以我呼籲 各位 有時間 來多倫多警隊的網站 看看 看看有沒有興趣參加 好啊 那網站是什麼呢 那網站呢 就是torontopolis.on.ca 是嗎 那各位在心機旁邊的朋友 今天關於香港的附近 和多倫多的附近呢 我們都講了整個小時 都知道很多的了 那如果有些什麼問題呢 如果各位 你可以打電話上來 或者想知道多些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盡量 和你們解答 那如果你們是有些什麼做 就說我想聽什麼 想知道什麼方面的東西呢 那你們都可以提供給我 那我也都可以再請他們上來 再和我們聊聊天的 那今天呢 時間差不多 我們很多謝各位 參加我們這一次的聊天 那希望大家呢 有機會再 大家一起再聊聊天 多謝你們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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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